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新的图片编辑技术啊 叫做SEDIT 那这个技术其实出来的时间很长了 但是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大家去讲 原因呢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SEDIT和原始论文的SEDIT呢 其实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原因很简单啊 SEDIT如果你去精读它的论文的话 它主要的创新点呢有三个 第一个呢就是探索了大木型的上下文的这种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其实不算什么创新啊 在我们的ACE包括视频的VACE里边呢 都采用这样的方式 一般呢它会采用左右两个图像的布局 根据左边的图像来编辑右边的图像啊 基本上呢都是这样一个模式 第二个就是它提出了一个混合Laura的微调策略啊 叫做MOELaura或者叫LauraMOE MOE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混合专家模型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Deepseek Deepseek它最大的这个特征点就是可以快速的选择什么 不同的专家系统 然后来应对你的这种处理的需求 所以说呢专家的调度和路由呢 是所有的MOE模型里边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那MOELaura呢其实就是在传统的Laura的基础上 融合了这种专家路由的机制 所以说这是这个模型最大的创新点 那还有一个创新点就是早期过滤推理时的缩放方法 那这种方法主要是基于他认为初始噪声呢 对于最终生成的质量是有最大的这种影响程度的 所以说呢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就会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初始化的噪声 那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三个里边如果你挑一个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第二个啊就是MOE的Laura这种机制 但是这种机制呢在我们的Confi UI里边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啊 所以说我们真正拿到的一个Laura呢是一个NormalLaura 就是传统的Laura模型 它本身并没有这种什么专家路由的这种机制 所以说导致了是S-Elet从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专家路由模型的Laura 变成了一个传统的Laura 所以说你现在再去测它的话呢 其实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它作为一种技术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给大家去讲一下 那我会在Running Hub上呢给大家演示所有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呢主要包含一下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如何在Confi UI里边去使用S-Elet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给大家梳理一下官方的这个工作流 以及关键节点它在工作流当中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我们会从五个维度来测试一下 S-Elet它的主要的功能 好下面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S-Elet在Github上的这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一些创新的内容 它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 比方说它还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Laura啊 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啊 它只用了0.5%的这个训练数据 然后只用了1%的这种啊参数的量 就可以达到和目前比较高级或者比较先进的这种方法啊 相持平的一个程度 当然呢这个只是手法的问题啊 那关键还是说MOE这个模式啊 我觉得是它最新的一个创新点 那如果你要在Confi UI里边去使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到它官方的一个扩展 那它这呢也有详细的这个内容 那大家呢首先把这个扩展呢需要安上啊 这个安装的话非常简单 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其实看不到requirements 所以说你在安装的时候呢 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库给它克隆到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就可以了 然后启动你的Confi UI啊 然后就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这个扩展了 那么它这呢同样提供了两个工作流啊 一个是代缩放功能的 一个是不代缩放功能的 那我们演示的时候呢 其实不考虑放大这个部分的啊 我们直接用这个工作流给大家演示 那下面呢我们将通过五个典型的编辑任务啊 来看一下这个S-Edit它的能力 第一个呢就是改变背景 第二个呢是改变服装和配饰 第三个呢是改变物体的属性 第四个是增加或者是移除物体 第五个是改变风格 下面呢我就逐一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啊 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工作流的基本的流程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官方扩展呢其实提供了很多的功能啊 比方说呢我们这有一个对于加载图片的一个扩展 然后呢它这呢会有两个输出项 那么这两个输出项是什么 你要注意啊第一个呢是一个图片啊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蓝的嘛 第二个是个绿的 所以说它是个蒙版啊 那这也有对应的预览项 你要注意啊这个图片被加载进来呢 会被设置成左右两个布局 这个主要是贴合这个上下文的一个编辑机制 它必须得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通过蒙版的部分来看一下 我们要对哪个内容进行啊 inprint 所以说呢在这儿的话呢 你会发现左侧是黑的 右侧是白的 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个内容的话呢 主要是对右侧的图片进行编辑啊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提示词 你注意啊这个提示词呢 是有一个固定格式的 在它的GitHub的页面上 在这个部分呢有相应的这个说明 它前面这个格式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一左一右的两张图片 而且这两张图片是同一个场景 然后呢右边的这个 它的场景呢和左边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不同 那我们需要写的啊 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指令 而我们使用了官方的这个工作流之后 你要注意啊 它已经把前面的这段提示词呢 给你集成进去了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写的只有一个编辑指令 比方说我现在要改变什么 我就写到这儿 那我现在这个提示词呢 是将这个校服呢 给它变成一个红色的这个外套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然后呢模型的加载啊 由于它是一个flux系列的模型啊 所以说呢我们用的是flux的fill 这个你到底是用FP16的 还是用FP8的啊 看你个人的算力情况 然后你要注意这个guidness的值呢 它更像我们的ve里面设置那个值啊 是50会要求更大一些 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个条件设置节点啊 叫做ice conditioning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的一个翻版 是吧 叫inpenting model conditioning 我们一般在flux field里边是用它的 是吧 所以说呢 它就把它扩展了一下啊 可能里边有一些专门的参数设置 那这个是一个高级的采样器 这个里边的参数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和我们的flux field是一样的 然后解码之后呢 它这有一个图片的裁切 主要是为了把一个左右的图片啊 我们把右边这个给它切出来 看到真正的这个结果 好 下边呢 我们看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场景 叫换装 我现在要求的是把这个校服啊 因为这个美女现在穿着一个校服 然后呢 我改成一个红色的jacket 你看一下 还是非常棒的啊 但是它整个的款式发生了变化 对吧 但是总体上来讲 你会发现啊 这个精细程度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这是传统的换装 我们换一个模式 就是原来是整个换这个衣服的颜色嘛 现在也属于换装啊 但是它又属于什么 叫增加物体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个任务 你很难说它属于哪个层面 它既属于换装 也属于增加物体 是吧 看一下 就是现在呢 我要在它的这个校服的外边啊 让它穿上一个时髦的这个皮革的夹克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对于整个身体的这个贴身程度 细节的呈现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啊 所以说换装的话呢 对于这个模型来讲 属于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任务 下面呢 我们换一个模式啊 我们可以让它戴上一个帽子啊 所以说呢 我这儿写了一句 就是让它戴上一个可爱的 无严的这个帽子啊 你会发现啊 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这个帽子没问题啊 注意这个脸变形了 是吧 有人说这是不是一种 这个个别情况呢 我们现场运行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又跑了一个 大家注意 当它靠近眼睛的时候 这个脸呢 就变形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它对于这种任务来讲啊 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那类似的任务还有什么 比方你要在它脸上加一个纹身 这个脸呢 也会变形 所以说当靠近脸的时候 那么这个模型的能力呢 会有一些问题啊 那一般怎么处理呢 模型本身呢 提供了一个 inpenting的能力 那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绘制一个遮罩 这样的话呢 你绘制出来啊 它换帽子就不会有问题了 你看一下啊 那我们可以再跑一个 再看一下啊 这个对于面部呢 就没有影响了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 换装的一些问题 你要注意 在靠近面部的时候 记得加遮罩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小的物体上去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啊 在它的脖子上呢 来增加一个项链 这个其实也算是 换装的一种 当然也算是增加属性 像这种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项链 那如果刚才增加项链的这个工作量 算添加物体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是改变物体属性 那这个我是将它的 领结的颜色啊 改成了一种鲜艳的红色 你看一下 非常的棒 而且你要注意啊 它跟原始图片里边 这个领结的这个 整个的形状啊 是完全一致的 这也是它做的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好下边呢 我们再来增加一个物体 我们增加一个什么物体呢 我们在它手里增加一个杯子 那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同样会发现啊 就是它的这个手呢 可能会重绘出来 那么由于模型本身能力的问题 这呢 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啊 但是这个跟SI的本身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 增加物体 改变物体属性 好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切换背景 那我现在呢 是将整个的背景 切换到了一个东京街头 那你看一下 这个效果会是这个样子 你对比这个图片啊 它把背景 其实是看成了黑板这块 它换的也只有这块 所以说这个也是它模型能力 比较欠缺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也不是个别现象啊 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个 比方说我把这个提示词改成 将这个场景啊 换成什么 换成这个宁静的图书馆啊 然后我们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其实你注意啊 下边这个也是没有变的 只是把上面这个内容给换了 而且这个如果用遮罩去辅助的话 也不太好 不是说不好实现 是因为你把它弄出来 可能背景是不连续的啊 比方说它这有一包 然后你涂出来那个Mask的本身是不连续的啊 所以说这个对于本身的这个feel来讲呢 也是一个问题 好 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风格的转换 风格转换呢 我觉得它的能力呢 也一般啊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一个漫画风格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吧 其实还可以 对吧 我们继续来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一个油画风格 看一下 也还行啊 但是的确是不太好看 这个呢 说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铅笔画 这个也一般啊 像一个黑白图像 是吧 铅笔画的风格 其实没有特别好的表现出来 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更明显的测试 比方说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看这张图片啊 如果我现在把它转成一个写实的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真实的photo 那我们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转化能力 大家看一下这是完全没有转化的啊 所以说呢 将真实图片转化成其他风格 可能它还能做到 如果它要把一个其他风格转化到真实图片呢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确是需要再评估一下 是吧 那通过刚才的例子呢 大家会发现 它其实呢 在传统的任务上 比方说换装呢 包括改变头发的颜色 包括增加一些小物体 改变物体属性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靠近脸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容易变形 另外就是在修改背景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背景识别的问题 再往下看就是 它在风格转化这方面的能力呢 其实是稍差一些的 那这就是我测试出来啊 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希望呢 对大家使用的时候呢 有一些帮助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着吗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